英国艺术家路易斯的作品 他以人体盔甲雕塑扬明国际 2010年当选为英国皇家雕刻家协会的会员 2012年伦敦奥运期间 跟五位战机显赫的奥运选手合作 以他们的申请做出五件奥运系列的空心盔甲雕塑 展授所得全数给慈善机构 因此声名大上 意大利G7艺术节策展人和米兰双连展的策展人 曾经赞美过这位艺术家 精通和高超的形式感 在于大量和空虚的游戏中隐藏 同时在他的雕塑青铜色皮屋上带来的神话 历史或经验的象征性标志 这些标志越来越敏感 身体塑造只是创作过程的起点 最终塑造只是现实跟想象力 物质跟精神之间的物理结构的桥梁